成都大學黨委書記毛鴻韜留下絕不信 控訴租校長黃清遠鬥爭後 10月16日 警方聲稱毛鴻韜匿跌水身亡 引起輿論嘩然 外界關注毛鴻韜死亡事件 堅出高校腐敗內幕或引發政治風暴 據陸媒報導 10月18日上午 毛鴻韜遺體告別儀式 在北交殯儀館舉行 其親友及眾多成都大學師生參加 在現場 記者並未見到毛鴻韜此前 在朋友圈提到的成都大學校長的身影 10月16日 毛鴻韜被警方證實跌水身亡 引發軒然大波 15日早晨6點多 疑似毛鴻未信朋友圈發出絕不信 隨後該信被截圖廣傳 毛鴻韜在絕不信中 控訴租到校長黃清遠為首的利益集團的排斥 稱自己一年多的成都大學工作 已是頭破血流 他表示 成大是一個利益歐連堅定頑固的地方 僅僅靠他的一個人的堅持原則 僅僅靠他一個人獨善其身 兩袖清風 拼盡力氣 最終仍然是身陷污泥 軸水 無力無助 這是毛鴻韜所面對的形勢和困境 當下資料顯示 50歲的毛鴻韜歷任西南財經大學研究生院 常務副院長 四川旅遊學院黨委常委 副院長 微山市政府 布市長等職 2019年2月起任成都大學黨委書記 成都大學黨委書記毛鴻韜 被校長黃清遠鬥死 亦意外引出中共體制刻幕 居自由亞洲電台報道 一名知情人士石先生說 成都大學歸成都市管轄 近年來因為在籌備明年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獲高達數十億的資金投入 所以事態更為複雜 他認為激烈的權鬥背後 涉及市委級政府高層 否則事態不會惡化到如此地步 中國某大學的金星教授說 中國各個高校人際關係都很複雜 互相爭奪權利 以名相駁的現象也不是新鮮 另一位大學教授顧先生表示 成都大學官方微博 在10月16日晚間6時38分發通知 證實毛鴻滔死亡一事 但是留言評論關閉 該官方微博15天發通知稱要調查此事 相關通知下的留言評論亦被關閉 對此網民感到不滿 紛紛轉發在轉發時留言 連被人留言的機會都沒有 為何不給評論呢 怕什麼呢 有什麼不可以說呢 成都市政府對外聲稱 已經由市紀委、市監委、市委組織部等多個部門 組成聯合工作組 對毛鴻滔死亡進行全面調查 台媒說毛鴻滔事件亦引發中國網民討論 相關關鍵指標籤閱讀量超過9億筆 而且持續增加 有網民質疑毛鴻滔的死因 要求徹查 有網民認為毛鴻滔是以死名字 但也有人認為這是爭權奪利失敗的個案 也有人認為 這種案件反映了中國的教育部存在嚴重問題 造成大學官僚主義、打大胸、同下三濫文人等等問題 台媒指 當時黨委書記是中國大學的一把手 畏居校長之上 但校長王清遠竟能鬥到書記毛鴻滔已死相鑑 本案恐將引發一連串政治風暴 作詞・作曲・編曲的文章